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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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这一夜的同时收获了一段美好的爱情 王姐哥哥 我们呈现不光是他的霸道和他的酷 你不能脱离到剧本和原著赋予的这个框 在这个的基础上去丰富这个角色 我觉得是我为创作这个角色的一个基础 让观众看到 哇 霸道总裁其实也是人 霸道总裁也是会开玩笑的 他也有出球的时候 也有他有羞涩的一面 他也有生气跟自己的兄弟无可奈何的时候 不放弃 成功的正确打开方式 苏默吸引我的 其实剧本上有台词我认为可以诠释到 他说不放弃 我觉得这个初衷是 和王居安和苏默达成一个一致的 在这个基础上 虽然他们所谓的不是同一个基础 但是他们都是去有拼劲的 所以他们才能合作和一起去 其实他们是一类 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靠男人 有男人依靠不好吗 为什么要那么在乎别人的想法啊 难道你不在乎别人的想法吗 并不是说这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 一开始其实就是平等的 甚至苏默会高于王居安的精神层面 但是其实他们的心智其实都是一样 都是平级的 我们都是在交往啊 只不过就是外界的给他的压力 和给他的因素 让他觉得不平等 你也成年了 喝一杯 来 祝贺你臭小子 恭喜你啊臭小子 谢谢大哥二哥 像我们三兄弟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亲情 原上臣可能是兄弟 又是相爱相杀就是利益关系 各方面有竞争 这是一品 苏默是爱情 这就也是一块 那还有我的亲情 就是我和我们家的老二老三 这个你要也分清实的话 那又是一个非常饱满的东西 所以为救你们这二生的脊梁 我们将争杀 王居安这个角色 他是有必定魅力 这个是对我的一些压力 我也希望我能够诠释出 小说里面赋予他的 和我自己去理解的 还有剧本里面赋予的 还有导演 我们综合起来的一个多层次的王居安 相够的 第二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